知道什么是下尿之数吗 假设有一个200万年前的古人类穿越到7万年前的智人社会 当他看到几个弱不尽风的智人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一边将一头山一样的长毛巷放倒在地 他顿时就下尿了 下尿之数就是200万年 如果有一个7万年前的智人穿越到1万年前的农业时代 当他看到成品的庄稼成群的牛羊庞大的城镇时 他一定会被下尿 下尿之数6万年 如果一个1万年前的古人穿越到200年前的英国 当他看到高耸的烟囱轰弄的机器呼啸而过的火车时 他会被下尿 下尿之数1万年 而要将一个200年前的人下尿 他只需要向前穿越100多年 此时天上的飞机水里的潜艇能毁灭一切的原子弹 这么一样都能让他的扩跃机不受控制 第一次下尿用了200万年 第二次下尿用了6万年 第三次下尿用了1万年 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 下尿的频率突然升高 可能几十年甚至几年的社会发展就能将人下尿 人类文明就像一座火山一样 沉寂了百万年 但在过去的500年里 这座火山突然爆发 迸发出来的能量惊天动地 人类文明这500年的爆发来自科学革命 这个视频我们讲现代科学的故事 在科学革命之前 人类把自己的人生完全交给了神 人们认为神决定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神知道世界上所有问题的答案 而人要做的就是参悟神的启示 传播神的意志 无论人遇到什么问题 神那里一定会有答案 人要做的就是研读经书 请求神的启示 或者请教神的代言人 而如果哪个问题连经书上都没有记载 神的代言人也不知道 那么这个问题本身就无关紧要 神当然知道答案 但神觉得人类没有必要知道 比如分辨文字公母 先有记还是先有但 这种问题的答案 根本就无关紧要 人类无需知晓 而但凡有人去研究文字的性别 他一定会被打上不误正业的标签 被边缘化 甚至遭到迫害 人对神的依赖 到了15世纪的时候出现了裂痕 人类本以为自己是上帝的独子 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是证明神错了 人们这才知道原来神并不是全知全能的 神也是会错的 随着贸易的扩张 美洲大陆和太平洋被发现 人们大为吃惊 地球上还有这样大片的土地和海洋 人类竟然不知道 这样重要的事情 神竟然没有告诉他的信徒 莫非神也不知道 神的全能性渐渐被人怀疑 随着宗教改革 人类终于不再依赖神 不再期待神能解答所有问题 人类开始意识到 原来我们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 人类承认了自己的无知 也愿意承认自己以往的错误 于是这个世界上 就再也没有什么概念和理论 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在资源和好奇性的驱动下 人们敢于质疑任何理论 愿意探索任何自己想知道的答案 宗教对人类求知欲的封印终于解除了 人类科技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现代科学诞生于此时 科学革命也从此处开始了 在科学革命之前 人类普遍认为 这个世界真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 世界只会停滞或者退化 人类已经没有了进步的余地 如果恪守祖宗的智慧和教导 或许还能回到李未崩月未坏的美好时代 但现实是只要能继续维持现状 就谢天谢地了 人们从不擅自改变祖宗之法 人们绝不相信凭着自己的知识 可以消除饥荒 瘟疫贫穷和战争 人们觉得如果连孔子 佛陀 默罕默德 还有耶稣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区区凡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如果有人试图用自己发现的新知识 发明的新工具解决现有的问题 就会被当作神经病 或者当成对神不敬的狂徒而遭到迫害 而科学革命之后 人们发现 科学能够带给人类神给不了的力量 能够解决神解决不了的问题 此时人类若有所思 也许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人类可以继续进步 随着科学以摧枯拉朽之事 解决了一个又一个 过去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人们忠于坚信 只要取得新的知识 人类就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贫困 疾病 战争 饥荒 衰老 还有死亡这些问题 看来都不是人类必然的命运 而是无知造成的限制 以前的统治者资助教育 目的是传播传统知识 强化现象秩序 而在近500年中 人类突然开始把大把大把的钱 投入科学研究 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 富人和政府把钱拿给科学家 然后科学家把人送上月球 用微生物生产药物 从原子中释放能量 富人和政府从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 然后他们继续投入资源 用于科学研究 而推动科技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就是战争 当世界陷入一战的胶着中 实验实力的科学家 推出了战机 毒气 坦克 潜艇 进行的机枪 大炮和炸弹 二战时节节败退的德国 寄希望于自己的科学家 希望造出火箭和喷气式飞机力挽狂来 虽然德国没能挺到新式武器的出现 就投降了 但日本还在富裕顽抗 而此时美国的科学家也没有闲者 曼哈顿计划已经成功 原子弹已经制造完成 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 但两颗这种新型炸弹爆炸以后 狂热的日本军人立刻冷静了下来 这一刻借着科学的力量 人类有了改变历史进程的能力 更有了结束历史进程的能力 人类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中 最让人头疼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死亡 几乎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将死亡作为生命意义的来源 信徒和死亡达成一种协议 他们将人生的重点放在死后或者来世 对于他们来说 活着只是人生的序曲 死亡才是真正的开始 埃及的法老王一生都在建造金子 他为死后的生活做着准备 莫沃尔帝国的皇帝 讨爱人欢心的方式 不是送给他一颗钻石 而是给他建造一座豪华的陵墓 当时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考虑的是 为死亡赋予何种意义 而不是如何避免死亡 现在我们站在科学的视角 知道死亡并不是什么神的旨意 不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而是一种技术问题 人之所以会死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或血管堵塞或细胞变异 或病毒感染或组织坏死 总之一定是某个零件坏了 而只要找到修好这个零件的技术 人就可以避免死亡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所有避免死亡的技术 但那些接触的人 正在夜以继日地探索新的技术 人们相信终有一天 人类能够利用科学击败四山 现在人们已经对死去的世界 和来世没有任何兴趣了 人们前所未有的 想过好当下这一生 人们希望在有生之年 活得更加充实更加幸福 改变自己的生活 在科学革命发生的这500年来 科学已经取代了宗教 给了人类对未来的希望和确定性